据菲律宾世界日报7月23日报道,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将于7月23日下午向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,发表第三次国情字文演讲。 在这次重大活动开始的几小时前,菲律宾国家警察已进入全面警戒状态,严正以待应对可能出现了突发状况。 菲律宾国家警察新闻,办公室主任,高级警司于拉纳,表示,每个警察局,整个菲国警戒于7月23日上午5点开始进入全面警戒状态。 菲律宾众议院秘书长黎塔苗利,Roland,表示,国会已获得更多的安保资源,包括安全保卫部队,设备和技术等等。 以确保总统,总统家园以及出席国情资文,发表会的贵宾及其他与会者的人身安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